就是說一開始當然沒辦法做到八、九分 我說一開始做到兩、三分 然後漸漸熟悉以後就是變成六、七分 然後最後變成幾次就八、九分 這樣慢慢的循序健康 我有這樣 我以前也有這樣教過 但是一般人對身體的掌控沒有那麼細膩 你還是要從這個來 你還是要從頭來 知道嗎 也對啦 就是說要對身體的各個地方都有感知 你就你每一個 你看八卦拳它這個導引 它基本的功效是 就連貫連貫連貫嘛 表示什麼 表示說你的每一個關節 必須要能控制到一個準確的導引的方向 這樣不懂 那你的關節如果不會動 你的關節不會動 你的關節就走不到我要的那個方向去嘛 那它就達不到那個導引的效果啊 是不是 這是程度上的差異 就是說我們要求滿分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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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不能 可是你不能 我一開始就教你那個終結的方法 你不可能 你就是做不到嘛 比方講你的肩有沒有開 一直叫你們開肩嘛 因為肩是最大的一個手到身體的一個節點啊 你的肩不會動 我要的那個角度你到不了 那你手上的動作力量 它就連結不到我要的那個角度去啊 那你就你的力量就到不了那個器官去嘛 就這麼簡單啊 所以你先要練撐筋拔骨啊 你先要練你的 你的關節會動 你先要練你的筋能夠連得起來 我只要求這個 你能做到這個 底下的就可以練了 了解 你們有沒有懂 你只要做到這個 你只要做到你的關節鬆開 你的關節會動 第二個 你的關節可以 你的筋可以把你的關節都連結起來 你能做到這兩點 其他的就可以練了 所謂內在的導引 這些東西就能練了 你如果這個做不到 我教你一千個招式都沒用 你這些東西做不到 你今天去練百日功 明天去練八段錦 然後又練這個 什麼燕氣功 那個龍氣功 都沒用啊 都沒用 因為你的身體就沒活嘛 曉得嗎 你的節點都沒開啊 是不是 我常常做以前的火車來講嘛 你說這個火車是主幹線 我這個主幹線的火車 你說你到這一站 一換雜點就往東去了 一換雜點換方向就往西去了 它的雜點可以轉動很多方向 所以這個火車運輸 它可以分佈到很多的地方去嘛 如果沒有 你這個雜點都不會動 你的火車走只能去 只能去一個方向啊 那你練所有的東西 你都是只去一個方向啊 沒意義啊 這樣不懂 那我說你學那麼多沒用 那學太極拳的練十幾種太極拳 沒有用嘛 因為你的身體沒變啊 所以你身體不變的時候 你來練這種 這種精緻的東西啊 沒有 沒有用的 懂得嗎 你不如去練那個一二一二 你的身體只能做 只能做那個嘛 這裡沒有貶低那個一二一二的意思啊 是說什麼樣的身體做什麼樣的動作 你如果要做別的動作 你的身體必須要變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嘛 是不是 我講過嘛 打籃球的身體跟打棒球的就是不一樣啊 你跑馬拉松的身體跟跑白米的身體 也不一樣嘛 這個是每個人都知道的道理 是吧 是吧 那為什麼到武術來 到健身來 大家都不認呢 都不認這個道理呢 而你認為你的身體就可以練 所有的中國武術 你通通都可以練 這不是很奇怪嗎 要不懂 所以很多人們他的嘗試 他在別的地方認可的嘗試跟那個容忍 到中國武術來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他就認為你 他就認為他通通可以啊 那這個觀念是哪來的 這個觀念是哪來的 這個觀念是哪來的 就要去研究啊 就要去研究啊 看不懂 可以嘛 對嘛 所以你了解這個了 你就不會問剛剛那個問題了 是的 也不蠢 這是很普遍的問題 就是說你能不能把它簡單化 能不能把這個東西普及化 可以啊 問題是普及了以後 你就練不到它的精華了嘛 它真正要你達到的效果 你就達不到了嘛 你說1%的效果 20%的效果 那你不要練這個啊 是不是 何必那麼麻煩呢 要不懂 你要練這個 你就要把你自己變成有資格去練 去練那個 很簡單啊 好 再練練